菩提彼丘 明光法师 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 各位菩萨 小菩萨 大菩萨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这个广大的宇宙里头 我们的相见 是那么的偶然 但是我们的分离 我们离开了 而变成了必然 在你们到庄严寺来 来 集办这个活动 我们佛教讲 要成就一件事情 是很多因缘所生 大人呢 出钱出力 小孩子呢 来学习也有贡献 小孩子你们来 为什么有很大的贡献呢 是因为你们来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教导你们 我们就要去学习 要去学习如何你们能够吸收的佛法 所以呢 我今天 今年准备的教材 是以前我没有碰过的东西 尤其是我跟成人主教的 佛法的量子力血的讯息 也是这一年当中我在研究的东西 所以你们来给我们更大的 这个得到获得佛法 所以为了我说 我说你只是来学习 但因为你的表现 给你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要去处理 我们要去处理 我们要去处理 要去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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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阿伯父先生 在他的经历 他说过 我们要去教你 在科学中的科学中 在科学中的科学中 这一年 这一条题 他从来没有规触到 但是 因为您来到这里 他花了时间 和努力 去试识 去理解 科学中的科学中 因为你们来 明光法师才会来 因为你们来 我们的雷老师 哇 看他用这种方式 教小朋友念佛 昨天那个阿弥陀佛 嗨呀 这个 为了要让你欢喜写佛 我看到雷老师 夏令营我都看到他 跟明光法师 那真的我们在这互动当中 大家真的很欢喜 所以我内心里面都是一种感恩 煮饭的啊 打扫的 都感恩 包括你们小朋友来 我们都很欢喜 都是感恩 谢谢 谢谢 我看到的 那么多人的付出 当然 我们这一次的 夏令营的总干事 是我们 武林法师 他第一次来做这个总干事 我相信呢 我昨天开营的时候 我有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 我相信他这一次磨练 但是呢 他也熬过来 现在还笑笑的 哈哈哈哈 好 好 在这个夏令营的总干事 我们有一位 主持人的主持人 是 吴林 这是第一次 她在这个位置 有很多挑战 我们认为 有很多 她会告诉她 但是 在这个夏令营 今天是最后的日子 我们还会看到她的面子 会笑 所以我们现在感到舒服 感到舒服 好 要感谢的人很多 那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次 庄严市的这个夏令营的主题 叫做福慧庄严 这个福慧是怎么来 我说过就是慈悲 这个福是慈悲来的 智慧呢 是人一人之间互动 我要想办法 如何让你学佛法 我想办法跟你能够相处 那个就是会生出智慧来 所以明光法师常常教我们 这个on是种词的意思 money就是魔女 魔女猪呢 魔女猪会生长很多万物 来供养大众 om money 这个money代表慈悲 beme呢 是莲花 白色莲花 白色莲花 白色莲花代表空性的智慧 就是骗一切 骗一切的意思 所谓明光法师 他几乎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印以什么身的肚子 寂限什么身 他可以像个大人 他在台湾的时候 上台那个威仪 就是一个大和尚 他变成小朋友 他跟小朋友 小麋鹿就唱在一起 这观世音菩萨 印以什么身 就见什么身 所以我们要把 来参加夏令营 这个福会带回去 就要多唱 明光法师的 om money be me home 这个明光法师带 我都会唱耶 这个你们要回去要唱 就把这个福报跟智慧带回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就是在这个福音 有个社会 可知 你 有个社会 你提供 的社会 所以 他也是非常 文化 但是 他会在校图 中间 and he lowered his profile he just joined together and tried to sing the song with you and to get the happiness with you together so that's the purpose here like Vande has mentioned and this is compassion and this is wisdom so hopefully you learn from this summer camp two important items one is wisdom, one is compassion and bring back to your daily life and make your life happy and happier thank you very much